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又來到我們雙醉一刻,今天我在我面前有另一位很powerful、很有力量的女士 她叫做Hidy Kwok, Heidi, say hello Hello,多謝Aster,很開心,今天和你聊天 我和Heidy認識了一段日子,Heidy是Graceful Hands的創辦人 Graceful Hands是專門教兒童英語 為什麼今天會有位教兒童英語的創作者呢? 因為我非常欣賞Heidy,我認識了一段日子 很巧妙地,我邀請Heidy上來接受訪問 應該是我剛剛開台,我剛剛開我自己的節目的時候 大概四月份 但是不知為什麼你越來越虛弱不到 你又撞,我又撞,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Heidy的英語中心其實當時只有一間 但竟然短短十個月之內,突然爆了四間出來 當然非常高興,雖然Heidy自己本身也不是很... 我又不覺得你很扯,很大野心的那一隻 所以我再約你的時候,終於我們又約上了 沒錯,這次就落實了 還有上次我去了你的中心,展彩開展 我就覺得,哇,那些能力很好 但今天不是一個講生意的節目 而是Heidy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女兒子,一個媽媽 以及Heidy,怎樣說呢 Heidy也不是學問很高 對不起,這樣說不對 你不是學歷很高,即是有PhD 或者有多少個工商管理學位 其實真的是一個普通的,由十幾年前 十一年前開始 其實十一年前也是一個打工一族 因為女兒的問題,去了Play Group 就發覺,哇,搞錯你Play Group 怎麼這樣走的,不可以 不如我自己來 然後就打打撞撞 以及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之後 就有今天的成績 其實今天我就想和Heidy談一個閒聊 講一下你的心路歷程 以及為什麼會突然間去到近這十個月 會爆了四間這麼多 到底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思想和感情的層面 你發生了什麼巨變 以致你會有這麼大的成就 其實我整個創業的過程 其實都是真的好像你剛才說 一開始是打打碰碰撞撞 是真是很單一的目的 像你所說 看到帶女兒去Play Group 怎麼這樣教法 自己好像心有不分 我給你錢,你還敢教我女兒 是的,我女兒應該有更好的方法 其實整個源於我自己本人的背景 其實我自己的訓練是設計的 我以前也是做設計的 是的,大家都是 曾經是同行 設計思維 其實我以前的設計 我的範疇可能在香港不是很流行 但我們是做一些美國公司的教材設計 教材和兒童教育產品的設計 在這個層面之中 當然我對小孩子的教材 或者一些教法 比較有廣闊的看法 就是見的東西多了 這就是引申到當時 為什麼我帶我女兒去Play Group 我就覺得看不入眼 因為當時有很多Play Group 十二年前的Play Group 很多都是老師跟她們玩 你用那個theory Play to learn 但其實Play的成份當然多 但其實實質裡面是否很系統性的設計 有Play沒有learn 有得玩 其實沒什麼學習成份 是的 所以我也是因為自己的設計背景 比較看到這個弱點 所以你說也是因緣際會 入了這行 當時就決定 不如搞一個Play Group Center 我們現在的英語是我們的Center 作為一個語言發展中心 是 我們現在的學生已經是由 不只是做Play Group 一歲至十二歲的學生 都是我們的客戶 但當年公司成立的時候 我們真的做Play Group為主 用我自己的方法 但你沒有太多這些經驗 為何你會這麼膽 這麼夠開一間Play Group 其實應該這樣說 你說實質的教學經驗 即入課室的經驗可能沒有 但如果你說做一盤生意 其實我們經驗可以聘回來 聘請很有經驗的老師 反而裡面的精神 即是你要怎樣教 或者你自己擁有的是什麼 其實我現在這麼多年想 這麼多年我們都是用自己的強項 打人的弱項 即是什麼 即是什麼呢 強項就是我們有很強的課程設計 和我們自己的教材 所以公司來說 我們就算是第一天 即是2002年的第一天 我們公司裡面都有自己的教材 你怎樣 你由零開始自己設計 絕對是 我有這麼多年的產品設計經驗 就由你的普通常識 你覺得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 是不是這樣開始 還有我以前做產品設計的經驗 就是做英語教材 其實你說街梯學習那些 其實我已經有所有的概念 在大腦那裡 即小朋友要怎樣學 譬如現在很流行的風力 拼音 其實已經在我的腦那裡 只不過當時就不會想他的生意 但給我的小朋友 我帶他出去上課之下 就發覺原來坊間的虐項 就是沒有一個學習中心 有自己的教材 是嗎 沒有 通常外面是怎樣經營 有很多經營的方法 就是老師自己想 但他請老師 叫老師自己想 是的 老師自己想不是不行 但問題是 當你小朋友面對的一至兩歲 但你沒有想他下一個階梯 要什麼發展 其實你現在這個階梯 就很零散 所以我們的設計 其實一直由一歲到十一歲延伸 那麼多個階梯 大家要互扣才能做到好成效 還有一些外面的學習中心的做法 可能在美國買教材回來 很多都會這樣做 英國買教材回來 很出名的 沒錯 但其實我自己看到也有弱點 因為這些教材 基本上它設計是 給學英語第一語言的小朋友 我們香港普遍的小朋友 學英語第二語言 其實中間是有一個階段 其實現在我是看不到 外面有什麼教材 設計給我們中國人 或者學英語做第二語言的小朋友 全部都是借用 變成我們在香港成立 當然我們要首先配合我們現在的客戶群 他們的需要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自己用自己的經驗 也不算由零開始 只不過我一直都說我們在用強項 我自己的強項 叫做打其他同行的弱項 就突圍而出 其實我當時也挺好的 我當時的學習中心在太子 剛剛成立的時候有兩個班房 其實我是五個星期 已經五星期六全房屋 五個星期我就可以令到 我們說的行業的高峰期 你這麼聰明 那時候競爭小一點還是怎樣 其實我也知道很多朋友都會有興趣 在幼兒教育那裡著手 想做這盤生意 但很多都是早上爛壓地回去打工 但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你可以五個星期就已經打穩陣腳 繼續做呢 那時候我想我的 passion 是強之中 我相信很多做幼兒教育的 passion 都是很強的 但是我比較有方法 變成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沒有自己的東西 就算我現在到現在 我們第十年 十二年的發展 我們都很取決於 我們一直有自己的知識產權 放下去 如果坊間 每個人都說我懂得做 我也懂得做 但是你究竟有什麼實質 去訓練到你的老師 做你的課程 其實很多中心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或者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所以在當年來說 其實我真的不算在生意上放了很多力 但是在課程上我放了很多力 那你生意方面誰幫你思考 生意其實都是我自己思考 但是當時 你的能量都是放在課程中 沒錯 跟老師或老師在其他地方教開 回來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不太明白我想怎樣教 但是我會用很多時間跟他們開會 所以我後來有幾個老師都訓練了他們 很成功 甚至他們現在離開香港 都在一些很大型的 國際性的教育集團裡面做很高職位 所以我當時可能有一些 其實家長是很有趣的 一定想去不同的地方 試一下不同的play group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年齡的小朋友 基本上他們的學習 他們想試新東西 家長是他們的心態 但是試新東西 我反而不怕家長試得多 他見得多 他反而看到我們的獨特性 我們留下生意這部份 好啊 我們先說你多一點 好啊 其實你作為一個女士 一個女人 其實你開始創業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資源給你呢 沒有 你家裡是不是很有錢 快點說 是不是有個很有錢的老公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嚴格來說 我的童年不是那麼愉快 如果整個訓練 我是比較獨立一點 因為我看你 我會以為你是 起碼是中產階級 或者是中上家庭 然後不知道在哪裡 讀大學回來 然後突然有天 不想工作 自己開過生意 然後老公就給你幾百萬 原來你說不是 絕對不是 我上次因為這個訪問 我跟Hadi先談了一次 我會說 其實甚至乎你的童年 也有一點點坎坎 是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的童年對你有什麼影響 如果我的童年來說 如果我以前 即是早十年前 我也挺抱怨我自己的童年 即是十年前 是的 挺抱怨我自己的童年 為什麼呢 就是我小時候 其實我很幸運 我有三個哥哥 我最小的 那你應該是金波羅 你家裡唯一的公主 其實應該是我的哥哥很疼我 但我的哥哥相對大我很多 所以我整個成長期 基本上我的哥哥已經出去工作 小時候家裡比較貧窮 我真的是最幸福的那個 但那些哥哥可能中一 之後就要出去工作 還是離鄉別井 所以其實我的哥哥 很早都不在我身邊 我知道他們很疼我 但因為不在我身邊 我沒有那種 很關愛的情況 另外父母 我媽媽很早期已經病患 我經常都說 其實我應該大概有七年 你剛才說的金波羅日子 當那些哥哥吃雞翼 我有雞腿吃 即是他們三個月欠兩隻雞翼 沒錯 你就可能兩隻雞腿在你面前 吃月餅一定會留給我 但是因為我應該大概七歲 我媽媽就開始生病 甚至後期長期住院 變成那個階段之下 以前的家庭沒有工人 加上我們家裡也不是富裕 所以其實你說八九歲 我已經開始要煮飯 甚至我整個中學生涯 就是我迫著讀下午班 因為早上要去買菜 做好家事 然後就回學 沒有一個女人 沒錯 其實就是一半替代媽媽 你說很專注讀書 其實真的不是 如果我相信我自己的學習能力 如果我更加專注 當然我成就會好一點 就是讀書的成就會好一點 所以整個過程來講 也引致我的青春期 基本上我很孤獨 非常孤獨 因為我整個目標就是三個環境 家裡、上學、醫院 我從星期六、星期日 都去醫院陪媽媽 是比較灰色的 就是沒有跟女同學去街上 沒有沒有完全沒有 沒有完全沒有 沒有完全沒有 相對也因為可能家庭 那個環境 我和爸爸的關係也不是太好 因為可能爸爸也有他的壓力 當時小時候也不會想這些事情 只是覺得什麼都要我做 但是當然現在年紀長了 也知道爸爸也沒有辦法 太太又進了醫院 自己也要上班 所以其實我整個童年 就不是那麼愉快 隱身到就算我青春期 或者我媽媽就在我十六歲的時候 正式過世 之後正式出來 例如工作或者繼續升學 其實我也不享受 其實整個中學就變成沒有了 整個中學的童年 青春期就沒有了 當時覺得自己是不開心 其實有時候很有趣 潛意識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不開心 就算有朋友一起 也不會覺得特別暢快 這個就是我的童年 如果你說這個童年對我的影響 其實某個程度我對婚姻 或者對生命 我沒有什麼安全感 想像到 是的 所以變成我也很 可能因為青春期 我照顧家 我也很欠缺朋友 其實就 因為你沒有什麼出色人 沒錯 當我工作的時候 我有個心態要脫離家庭 我想早點自己獨立 我覺得可能有個錯誤的感覺 當我獨立 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生命 命運 不是取悅 因為爸爸想我怎樣 媽媽想我怎樣 所以其實我相信 我的童年 也讓我生意上 或者工作上 我一直都很獨立 很硬朗 因為你沒有童年 那時候已經要照顧媽媽 沒錯 而且你哥哥又不在 你又要煮飯給爸爸 煮飯給媽媽 哥哥就不用你了 哥哥就不用 變成你是家裡的女人 沒錯 叫做媽媽的角色 對 其實跟你聊天 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有這麼多的相似 因為我小時候 我爸媽都上班 他就留下我小妹妹給你 你小妹妹之餘 另外要多帶一對兄弟 變成我看四個 還有有一段日子 看到一個小妹妹 那小妹妹就好像睡 不夠睡 即是說是藍片 我覺得是一個惡夢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十多歲的中學生 看四個小孩 有一段日子 有五個不同日子 那小妹妹就經常倒轉那個屎塔蓋 即是那個談冠仔 廁所板 整頭倒到全身 我就經常要幫她 由頭洗過 所以我自己長大的時候 有人經常說 Aster 為什麼你不長小孩 我覺得你會是一個好媽媽 那句印象又浮現出來 你不用覺得 你不會 怎麼說 你覺得我是一個好媽媽 我告訴你 我是一個好媽媽 因為我臭大了很多件 臭大了我自己 做了全屋家務 沒錯你說得對 也是臭大了自己 臭大了自己 那變成 說得有點心酸 但過去了 那段日子我覺得 開心的就是 看著妹妹長大了 沒錯 然後自己長大了 臭大了自己 臭大了兩條小孩 不開心的就是 沒有了童年 沒錯 有些我妹妹跟我說 大家姐 你沒有童年的 你知道嗎 我根本心想這個壞事 還在說 因為我很喜歡做功課 經常做功課 那變成 要麼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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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整個中學 有兩年很快樂的時間 就是打排球 嗯 兩年而已 沒有其他事情 所以你講到你家庭 很有同感 很有同感 不同的就是 我不是一個媽媽醫院 你更加大的精神壓力 不知道媽媽會怎樣 希望她快點好 其實後幾年都壓力很大 因為知道媽媽的狀況 其實都是叫做不治之症 但是其實只不過是希望 能夠見得她多久 陪得她多久 所以我後期更加 不會到處去的 上學 然後就去醫院陪她 那會不會就算她走了 譬如你十六歲的時候她走了 會不會都依然帶著那種 沉寵 或者那種哀傷 絕對有 因為我覺得 未必會說她十六歲 媽媽終於走了 那我只剩下我自己的自由 我不會不會 然後說很開心的玩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我一路到 譬如你說青春期 然後到二十多歲 我都是一個很乖的人 你說和朋友 很成熟 譬如你說 人家去哪裏 去disco 去哪裏玩 哪會不是吸引 每個人都想玩 但我自己經常有一個很強的概念 就是我不可以學壞 我不可以學壞 但你真的沒有學壞 沒有學壞 我做事 各方面 我一定不會令人失望 這個就是我有個意念 因為我始終 雖然媽媽入醫院 其實我和她是非常緊密的 我那時候去醫院陪她 陪到中間 休息時間 就是趕你的人出去 在外面等 那些姑娘都比我 特別留下 就知道 一星期六 我就是星期日 我就陪 所以我和媽媽 我知道她很愛惜我 所以變成這樣 是遺留下來 就算她過了生 我從來都不會被自己學壞 但為什麼這件事 對於你的安全感 或者對於結婚 你會有個陰影 我明白我這邊 因為我很小時候 已經做了媽媽 所以我對於做媽媽 一點蹤景都沒有 你千萬不要搞我 如果我有幾千萬身家 我連收養都不會想 因為所有事情都做過了 但在你的角度 為什麼會是一個陰影 或者沒有安全感 其實另一樣 當然我和媽媽 那個關係很好 但因為媽媽長期患病 其實爸爸 就是採取了一個 當然爸爸也很好 一直照顧她 但是可能她身邊 都是很大的壓力 你想想六七年 自己的女人 經常都在醫院 我相信我爸爸 也有她的壓力 以前不明白 現在開始了解爸爸 作為一個男人 當時我媽媽過世沒多久 其實一個原因 就是我爸爸很快 就是再娶了另一個太太 是很短時間的 那時候打擊比較強 對我來說打擊很大 這個是一個因由 我會覺得 這麼無情 媽媽一走了 就娶了另一個 沒錯 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對婚姻 因為第一 就是我從小到大 訓練得很獨立 我做媽媽也可以 我做學生也可以 我什麼都可以 很獨立 我做事也很乖 那老闆也很疼我 另外一樣 就是我會覺得 原來婚姻 可能到最後 都是受苦的 受苦 是受苦 當你離開了 原來說愛你的 那麼短時間 又會力靡新歡 當時是自己用小孩子的思維去想 現在會明白 其實七八年沒有女人 也沒有那個安慰身體上 肉體上 情感上的安慰 所以太太離開了 她再娶其實就順理成章 沒錯 但我們小女兒就不明白 小女兒是不明白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 這件事會影響到我 就是對婚姻 那些比較有戒心 當然有男朋友 但問題始終很有趣 差不多到兩年左右 你就會覺得有抗拒 是這樣的 甚至到我年紀 接近10歲 都很坦白說 我曾經是想著 不如我讀身 讀身我會開心一點 當然後期我會很開心 遇到你丈夫 遇到我丈夫 還有我丈夫 也是一個非常有愛的男人 待會你也要說一下 這種老公都說滄海桑田 對不起 不是滄海為豬 不是滄海為豬 你說我都說 原來香港有這麼好的老公 我真是一流 真的要感謝他 很多事都是他帶給我 你說外界人覺得 Hidy你有這個成就 但如果沒有我先生 這樣支持我 我們稍後說一下 為什麼你會這樣突破 為什麼十一年都是一間 然後十年又爆四間 這個不只是成就這麼簡單 因為當中有很多情 很多愛 我們上次在餐廳都說到我哭不大 但我都哭了 眼都濕了 什麼簡直是哭了 不是眼濕那麼簡單 用了很多紙巾 無論如何 我們又繼續 然後你試圖就是這樣 沒錯 然後出來工作 對 我工作一直都很順利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讀設計 然後我做室內設計 我也做過 廣告設計我也做過 後來我很有幸 其實就入了一間產品設計公司 就是一間美資公司 當時的老闆 美國人 他在美國的行頭裡 都是挺有名的 我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到現在來說 當然你說讀書 接觸不同的老闆 這個老闆是我最尊崇的 他真的教了很多東西 而且他真的是 一個對設計有 passion 我也挺喜歡美國老闆 美國歐洲老闆 特別美國老闆 美國人很肯教東西 對 還有他有一些獨特的見解 他很願意跟你分享 我挺喜歡美國老闆 另外就是他們不小器 即是說你上班 你當然要尊重 普通人的尊重 他可以的 放了工 你去喝酒 或者聊天 他們是不會記仇 即是你倒了啤酒 他也不會記仇 你可以說什麼 沒錯 就不像中國人 老實實 英國人 老闆就是老闆 老闆就是老闆 他就算說沒所謂 你也不要相信 這個老闆 都是他帶來 讓我可以脫離地域界限 成長 都是在香港本土 因為這份工作 他給我很多機會 我對美國的市場認識很多 而且也是因為他延伸到 後來我有很多機會 接觸美國市場 甚至去公幹 我有一段時間差不多 我都很大部分時間 一年都有三四次去美國公幹 當你的眼界闊了的時候 你看東西 或者你對你的事業發展 都很有幫助 其實這個老闆 我非常感謝他的 然後你經營你的生意 其實都不簡單 還有去到中期 是你自己都累到跪低 是的 那段日子你怎麼搞 我就是2002年成立 其實都順風順水 如果是小生意 你說你五個星期已經可以 是的 順風順水 夠生意 那我就2002 345 我就2005年 同樣在太子區 我搬了一個比較大的campus 那個是五千呎 我現在在太子的總部 你想想一千呎 一聲跳去五千呎 其實都蠻勇的 因為當時一千呎是做playgroup 當你去到五千呎的時候 你就要想其他事情 開始大很多 很多 你都夠膽 其實我真的是感性行事 你沒有找人融資合併 你純粹自己射水喉 我生意上 我可以告訴你 到今時今日 我都沒有負債 沒有水喉 全部都是教自己併 那個過程來說 是有挑戰的 但是都熬了過去 我有班很好的老師 有班好的工作人員 一直工作下來 但以前的生意 是很多事情都自己拼出來 還有很多事情 因為其實 你五千呎 其實你公司仍然一個SME 一個中小企 其實很多事情 你知道中小企的特色 你一做錯決定 你就損失很大 還要是你不是說 他很有父任、父任、子任 有幾億在後面頂著你 沒錯 你都要經過經濟上的挑戰 沒錯 所以在那個狀態之下 很怕做錯誤 亦都不允許你做錯誤 但你後面會有志郎團跟你撐住嗎 其實志郎團這樣說 朋友來說 比較難 其實同行來說 余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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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辦法談 喝茶 吃個包 但你又說真的 過癮的秘技 秘技就很難 沒有的 我們培訓界都沒有的 你真的想找些人 哎呀前輩 到底培訓怎麼可以做起 做大他 Sorry 沒錯 沒有人會救你 你自己 心之乎這樣說 真的同行余迪國 人家不想你死你偷笑 是啊 是嗎 因於我自己太子 我們都曾經 試過 可能做得好那一陣子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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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能做到什麼 我們都是拿了牌的學校 是 但是叫做 令你工作上 多些事情做 是不是 始終有個官上來 都應酬一下 但我想是這樣的 我最近 聽眾可能 不知道 我開始發現 原來有人 在網台 在自己的Facebook 開網頁 罵我 我罵我 罵我什麼 他沒有 逐句罵 就是把我的節目分解 逐句罵 拆解 然後罵 有什麼值得你罵 但是 人就是這樣 有事實 我就唯有這樣想 你問我 我對得著良心 我自己做節目 義工一個 我一定盡量做到最好 但是 我自己安慰自己 一定是我的節目 開始做得好 有人這樣針對我 其實有時候都可以這樣想 其實誰做一個行業 你想是誰 其實你是誰 才有人 去理你 所以其實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說我當時的做法 我真的樂心樂力 不代表我現在不樂心樂力 但是當時就會 每樣東西都是自己 跟足 跟得很足 見到每一個客人 我已經有幾個員工 我都要每一個自己去跟 見到就自己見 變成你的工作壓力會很大 是的 到2006年 我自己就有些病發 當時都是一些比較嚴重的 令到我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 就不可以長期的上班 可能一個禮拜一兩天 回去看看做法 但你會不會都很 那時候很 工作人員 突然發覺自己健康 受不了 還要交給人 會不會很不安樂 很不安樂 其實那時候是很害怕 怕呢 第一 自己已經有家庭 好像對自己的家庭不住 因為很清晰 就是工作壓力 另外這樣 第二 也很怕自己 突出的生意 又是斷送在自己手上 健康 因為健康受不了 所以做不到 沒錯 其實那時候壓力很大 我當時吃藥 那個藥本身 醫生也說了 頭三個月 有些人可能有抑鬱的效果 這個就出現在我身上 你本身沒有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負面的人 好像我剛才說 以前是一個負面的人 我相信一半一半 如果那個藥有這個效果 可能對我這類人 就更加出現多些憂慮 各方面的事情 而且你也合理 大哥 你生意四年打不出來 終於上軌了 應該是再發展下去的時候 你就偏偏在這個時候有病 沒錯 沒錯 然後你怎樣打這場仗 其實這場仗 我真的很被動 但我很感謝我的員工 其實他們就不離不棄 其實那段時間 我都差不多變另一個人 有些時候又對著他們哭 即是抑鬱 有時候會擔心 有時候突然間 嘩 傑斯底 你做了什麼 會發脾氣 絕對會 會 在同事之中 或者老公之中 其實他們那段時間 都受了我很多氣 也都不敢 又不敢握你 這個病人 所以他們很好 真的有一些員工 甚至他本身已經辭職了 辭職了什麼 不是因為他不喜歡在我們工作 而是有些他自己個人發展 可能已經回到加拿大 想再繼續讀書 我有一個很好的員工 是加拿大人 其實當時他特意為我留在香港 延長一年 就為我保住這個生意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這班伙計 其實現在他們都一直跟我拼搏 其實業績一定會降 那兩年其實 你是精神 是的 降得很厲害 我們公司全盛期是2006年 以頭十年來計 但是自己也要放鬆 總之那段階段 最重要是保住公司 不是先保住自己的命 當然了 這個不用說了 先保住自己的命 保住自己的命 大家有良出 是的 沒錯 等時間安排 我復原 我也很幸運 連半後 我都是一些特別的情況 我可以復原 以及可以停約 所以之後怎樣呢 當你想想的時候 我相信十個人之中 有七個人 分分鐘都想 我是不是要不做 我是不是要不做 Hidy太精彩了 但我們已經夠半個小時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談 好 謝謝 好了 又來到我們第二節 剛剛Hidy說到自己大病初遇 然後有一班員工 有一班員工 有一班員工 幫你撐住這年半 然後就開始想 怎樣呢 What's next 下一步怎樣做 沒錯 當然要認真想這個問題 人生交叉點 健康事業 你考慮的是什麼 當然不捨得 還有你又捱過了半年 沒錯 順理成章就做下去 沒錯 但是有什麼關鍵 有什麼憂慮 其實都不是 其實當時我第一個考慮 包括我哥哥 我先生 你三個哥哥 哪個哥哥 我二哥和我大哥 包括我先生 三個男人 對 以一個健康 或者你的生命的角度 其實家人一定會跟我說 不如你停 雖然我現在的家 我先生那邊也不是大富之家 都不止養不起 沒錯 最重要就是健康 其實我身邊所有的人 除了員工員工 是不敢提這些事的 為什麼 其實他很少說員工 遇到這種情況 就跟老闆說 不如你結業吧 但他們有沒有立場 他們想你結業 還是想繼續做 他們想繼續做 因為這麼辛苦 沒有熬過那一年半 沒錯 但他們也跟我說 假設公司是需要 因為我的健康 而做 他們都明白 我員工那裡是沒有壓力的 但如果是我家人那裡 反而反而你繼續做下去 就有壓力 沒錯 如果選擇不做 就很簡單 接上去 沒錯 沒錯 但反而你想做 就有重大壓力 沒錯 其實壓力在哪裡 因為人最辛苦 我們經常說 心裡是什麼 就是你拉扯 你拉什麼扯什麼 因為始終這是自己的事業 自己的 passion 但是有什麼扯回頭 就是家人 他們的反對聲音 為什麼他們要反對你 健康 其實每個人都不准 但你已經變得好嗎 其實都要照顧 其實就算現在我也要照顧 那不是你說你是神跡地 算是奇蹟好嗎 沒錯 其實都有機會去 是啊 所以其實家庭來說 當然 就算每個人都這樣說 你健康是最重要的 不會有人為了 我收拾了一百萬 但原來我要斬了一雙腳 沒有了一雙腳 沒有了一雙腳 不會了 沒有了 你都未必想 沒錯 還有自己個人的工作 其實錢不是放在我最前頭 反而就是一個自己的使命 還有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剛才都說 一開始就是不打不讓 因為女兒 我覺得不抵得別人搞得不好 但其實一路做下去 感情越來越深 還有我真的有一幫很厲害的學生 其實整個過程出來 我自己知道 以前我做室內設計 廣告設計 原來我最喜歡 我真的最喜歡做友誼教育 沒有意外 為什麼會進入這行 沒錯 我真的最喜歡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 有拉扯 所以這件事又延伸到 我有些事情 就變成避免不跟哥哥說 為什麼你哥哥這麼緊張 因為我哥哥也是曾經同樣的病患 同一種病患 所以他也很緊張 是的 而且他是真的去到很後期 我或者不妨講講 其實我家就是 你不介意說 因為這個故事很感人 是的 我們是肝病 他是家族性的 包括我媽媽 都是肝病過生 我爸爸也是 我哥哥早於 在我病發之前大概十年 我哥哥也是他自己做生意 亦都是跟我一樣的 很投入 壓力很大之下 肝病病發 之後 一直惡化下去 幾年之間惡化 我哥哥真是 命保不了 很慶幸 就是說 家裡有人可以捐到肝 他做了移植 而這個人很可惜 不是我們兄弟姊妹 因為我們兄弟姊妹 全部都有這個因子 會很樂意做這件事 很樂意 但是因為我們父母遺傳下來 其實我們個個都不適宜捐 捐了又沒有用 沒錯 你們都是壞東西 一個壞蘋果 你是不是移植 一個壞蘋果 換一個壞蘋果都沒有用 是的 後來我很感謝我 我患病是二哥 我二嫂 願意捐乾給我哥哥 令到他可以康復 這些真是夫妻 沒錯 有些人真的要走 有 我可以告訴你 是看到的 在醫院很多這些案件 所以我很感謝我嫂子 所以我哥哥 為什麼我二哥特別緊張 因為他經歷過 他碰到那條死線 他是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 真的已經是最後一個月 最後醫生容許我嫂子去試 是捐給他 你說我都將那些過程力力在目 我全部都有參與 譬如我哥入手信一刻 我和嫂子開會 大家談及大家的安排 因為他們都有兩個小朋友 這些全部力力在目 我二哥怎麼會不緊張 我想想像到那種壓力有多大 就是看到心愛的人患病 沒錯 你真的很希望肝心 心肝脾肺腎 哪一種適合用 你拿去 哪一種適合用 P.P.醫生說 抱歉你個個都不適合用 然後你看著自己最心愛的人 是躺在床上要走了 沒錯 我想是心痛到難以形容 所以我非常珍惜 所以我沒有見過你的嫂子 但非常欣賞你的嫂子 絕對 很多夫婦真的 但她才有女性能 你找她上來 所以我經常覺得香港的 現在很多人是真的 我又想拋個書包 她叫什麼 夫妻本事同臨了 大難臨頭各自非 大難臨頭各自非 其實很多夫妻都是這樣 沒錯 可能我丈夫是破產 或者是投資失誤 或者有外語 就離婚了 但沒有一個情 沒有一個義在 沒錯 就算我老公做錯事 可不可以一起走 去原諒她 甚至乎她需要個肝 那些人都會走 會 見過的 真的傷心 所以我們一開始 也有一點點 不太敢對嫂子作出要求 因為對嫂子也有很大的壓力 沒錯 我們覺得讓她自己選擇 但後來嫂子是義無反顧的 所以我也覺得很感動 我們家裡有一個這麼好的親人 所以我回答你求生的問題 為什麼我哥哥會這麼緊張 所以我就選擇不同的說話 你未必有另一個人再換給你 今晚有什麼事 沒錯 所以整個過程 我就有很多拉扯 明白明白 當我再去決定的時候 我真的捨不得 我真的捨不得這個生意 如果你捨不得的時候 就不可以用以前的方法去做 就要想一下 究竟我們公司 是否以我自己個人之力 還是自己學習去企業化這件事 其實這個很感動 我想很多人的生意做得不成功 是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你只當生意是一個生財工具 然後我發覺很多人去到某個程度 例如你這個案子 是很經典的 其實生命是會去到一個點 去問你一句話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喜歡 你要還是不要 你到底要還是不要 還是一個只是生財工具 如果你要的話 你願意把這件事放大過你的命 沒錯 其實你去到那點 你就決定 這件事更重要過我的命 更大過我的命 我願意繼續投資下去 我那時候回答了 死都要 是嗎 哈哈哈哈 我覺得那天就會 OK了你過了 給你大富大胃 給你成功了 這樣就不可以成功 但是整個過程 我真的很感謝你 當我決定這件事 有很多人突然出來幫到我 我自己有突然的動力 當你決定沒有拉扯 你就去找方法 將公司怎樣走到一個企業化的方式 以及將一些權力 如何分配下放 以及培養人才 當你公司人才多的時候 如果做到這點 就可以將自己的壓力相對減輕 當這個大方向出現之後 應該是2009年左右 我便開始慢慢重組自己公司 但是這條路都不容易 但我終於是在2011年 年尾 認識到一些不同的人 我又參加了一些商會 令到很多意見 即是給我 真是可以利益到我的生意 我也很感恩 即是決定了的時候 即是你所說的 你跟天講一句 我死都要 死都要 誰知道他真的來幫我 死就不讓你死 給你要 沒錯 所以我越來越有感恩之情 就算我哥哥 我當時 他會不會都很傷心 你有沒有搞錯 你生意還要過一條命嗎 因為他很疼你 他不想你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因為這個哥哥很疼我 尤其是現在很疼我 但他亦都很明白我 從小到大他都知道我 即是其實很多人 不停的 是的 停不了的 很多人覺得我事業心很強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其實是不是 不是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我是workaholic 其實我問過很多人 一些很成功 或者你做得好 至少你看起來很成功的人 他們都會告訴你 不是 其實我不是workaholic 我又不是事業心強 又不是女強人 什麼都不是 不是 我只是很喜歡我正在做的事 純粹是喜歡做的 還有我自己可能有小到大 培養出來的責任感 即是我喜歡的時候 我又有責任 我便盡力做好他 我哥哥很明白我這件事 就不再給你壓力了 不再給你壓力了 耐不耐我 不要睡 不要睡 我這麼晚回來 不要去得這麼盡 我自己一直都是令自己成長 所以我這幾年說真的 有幾件事我都想通了 包括我爸爸 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我為什麼說以前 我的生命很歡陰 我現在我相信很多朋友 看到我 你不是 你很開心 你很積極 還有我原諒了 我自己的童年 我原諒了 不是原諒誰 而是自己原諒自己的童年 接受了這件事 也好像剛才說 爸爸以前的選擇 是他的選擇 又或者他當時也有他非不得已的原因 很多事就失敗了 還有很多我生意的事 以前避免和哥哥說 現在反而主動告訴他 即是讓他知道我自己的 passion 是甚麼 目標是甚麼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 我覺得 第一個突破位 就是你說 我死也要 我不會放棄我的 baby 我這個生意 然後天開始開路 貴人 天使 來找你 第二步就是 你剛才說的拉鞋 因為之前 你的心就是想去發展 你想去做好它 但因為怕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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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以至到你自己內心有個拉鞋 沒錯 然後去到一步 你說你開始突破 你就開始把你的事業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說過 其實你丈夫和哥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只知道你在做什麼 生意 沒錯 避免告訴他們的進度 因為你越做得好 可能你越害怕 不要了 不要了 你在做什麼 沒事沒事 最近都是這樣 不嘗試 我今年頭十個月的生意那個爆破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之前跟哥哥說過 尤其是我二哥 因為二哥在香港 我以前很捨不得他 因為真的曾經試過身離死別 所以我經常跟他溝通 說話 我去年年尾 我跟他說過我現在事業的藍徒要怎樣 也很開心 他現在就是完全支持我 既然不能開始就唯有支持你 還有可能他真的終於明白 我做的完全是我自己的心 Follow your heart 你的心想做的原來是你最暢快的 我每一個學校開幕 他都答應我來支持我 他也做到 我非常開心 原來你的家庭的支持 對你自己的心態 或者你的內心 那種鼓勵是很強的 我也講一講 有時候很有趣 每個人都以為我很累很累 而令到我生病 我相信我以前很累很累 而令到我生病 是因為我同時有些抑鬱 心裏面有抑鬱 我現在反而找到一條方法 我最近的指數是越來越低 你指數是什麼指數 可以說嗎 肝指數 肝指數 有一些指數是定奪到我需要不需要吃藥 或者是否穩定性 那這些指數我近半年是跌得很厲害 我甚至是那個指數低於正常人 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 原來當你很多事是暢快 你做自己心裏面的事 你不用瞞任何人 你的passion在哪裏 跟別人share 很暢快地跟別人說出你心裏想的事 原來這就是最大的釋放 你身體的負擔就會變低了 所以我這半年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哇 Hidy你忙到 想像不到 你以前一間 現在你五間 沒錯 還有一間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所以其實原來很有趣 你知道原來以前的人經常聽別人說 原來你的心情對你的癌病 或者其他重病 長期病患 都很有影響 我現在真的證明了 是啊 是啊 我覺得是 我非常非常有同感 我以前做大企業的時候 我以為是我離開了投資界 我開始抑鬱 但後來我想回日子 我想回我的病徵 咦不是 其實是我最成功的時候 我開始有抑鬱 沒錯 然後我想回 到最近 譬如你聊天 上個星期我訪問了張德芬 張德芬是老師台灣來的 我才發現原來很多人 在最成功的時候才抑鬱 原因就是什麼 我聽你講你的故事 我就想起 其實我最成功的時候 我家裡不知道我做了什麼 沒錯 沒有人知道我做了什麼 沒有人知道我要打擊什麼仗 沒有人知道我有多辛苦 沒有人知道我的快樂在哪裡 沒錯 沒有人知道 其實你當時有很多抑鬱 在心裡 是的 有時候你做得很厲害 沒有人分享 沒有人分享 不敢跟哥哥說我 你也可能有這些 還有因為當你的成就 比你一般朋友高的時候 你怎麼敢跟別人說 你跟別人說 你不覺得你這麼聰明 你還說什麼 現在別人打工 那幾萬元 你就浪費命 所以不敢說 去到不開心的時候 也不敢跟別人說 因為職位太高了 沒錯 現在跟別人說 就會斷了一道氣 沒錯 就是要繼續創造一個幻象 就是我很安定繁榮 我非常成功 我非常富甲一方 沒有辦法告訴別人 其實我現在很辛苦 所以心理健康很重要 是的 心理健康 還有沒有人知道 抑鬱這件事 是你患的時候 你未必知道 自己也不知道 特別如果是很成功的時候 你更加會覺得 怎麼會抑鬱 其實抑鬱 還有另一件事 是煩躁 有些少少瘋狂 輕度瘋狂 我也有 其實當時人 有時候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 你以為你只不過跟別人 還以為 我當時就會覺得 那是他不對 現在我說醒你 你不是應該多謝我 但到清醒的時候 你想起 哎呀 罵走了很多朋友 是的 其實那件事 原來那些旁觀者說 不是 你當時扭得很過分 很多其他方法解決 你為什麼要這樣罵人 那才醒醒 Oh my God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心理健康 原來對你的事業發展 你想更上一層樓 要先解決這件事 其實是那個 筋底 其實我覺得抑鬱這件事 不是一個病 是一個信號 沒錯 其實是一個朋友 他告訴你 有些事不妥了 你好停一停 你好停一停 我有事告訴你 有些事非常之不合理 沒錯 你好回頭了 不要再衝了 其實是這樣 所以如果一般人 我自己覺得 可能你也會有同感 就是 萬一有抑鬱 或者有躁狂 其實真的要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回頭一會 休息一休息 你看有什麼不合理 聽自己內心發生什麼事 不要讓成功的財迷心肖 沒錯 不要衝分頭腦 因為解決得到 接著會有更大的成就 更大的開心事 否則的話 其實再比大一點 你也吃不下 吃不下 反而真的入了青山 沒錯 所以過程大概是這樣 所以現在 以一個健康的心態 去接受公司 再培養公司更加壯大 所以整個過程 自己起起落落 但是反過來 會不會覺得 有一段時間 因為自己身體病 浪費了的時間 沒有那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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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所以整個過程都很感應 然後我們要讚賞你的老公 因為Heidi 其實入了某些商會 這個商會 可能香港人都聽過 BNI 不妨可以說一說 BNI有一個出名的地方 就是很早要開會 這是早餐會 早餐會 一般來說 是6時半 有些是7時半 有些是7時半 會是7時半 聚是6時半 一般來說 是6時半 都到的 如果你說很 Committed 我一直都是 Committed 我通常6時半 6時半就到 6時半 6時半 地鐵是6時半 我開會的地點就是灣仔 但我住的地方就是元朗 基本上 如果我乘第一班火車 就會遲到 是6時半 是6時半 因為第一班車是6時半 6時半開出 所以我先生由我加入BNI 是2012年的年頭 至今 她是逢我開會那天 有這個需要 她就會在家裡 載我上大浪水 所以我早起 她跟我一樣 聽說 你好像4時半起床 聖父在哪裏產生的呢 就是在你最累的時候產生 聖父在這裏產生 當你累的時候 每個人都累的時候 原來你還可以踏出那一步 你的堅持 你的毅力是每強過人 這個我有話要說 這句話很棒 這句話很棒 很多年前 我想是2008還是2009年 我去了馬來西亞上課 這個課程很貴 只是學費二萬多 二萬五六 但我們包裝買便宜一點 整個課程都是體能的 老實說 我上課了二十年 你想些什麼 跟我玩想事情 你玩不到我 我一定跟你玩 但唯獨是體能 不是我強項 我就想好 我接受挑戰 我就去體能 因為我記得 我看他的catalog的時候 我已經哭了 然後他為什麼會哭 然後我再看清楚 這些字到底寫什麼 他是這樣寫的 你記得戴一個電筒 一個1.5公升的水瓶 波鞋 咦? 為什麼我會哭呢? 那我就知道 一定有料到 那我就上課 去到其中有一天 就是你剛才說的 有一天 我們要跑沙灘 第一 跑不是有強項 第二 沙灘是曬到 在說夏天的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夠熱 就算是香港也熱 烈日當空 那個沙灘是幾里長的 我們已經要預備好 你要有水 你每15分鐘要喝水 它是喝水 和出汗到的地步 你沒有尿窩 因為它蒸發了 蒸發了 如果你不喝水的話 它一定會曬乾你的 沒錯 我們要戴帽子 新鋪 水 以及要背很多東西 沙灘是很長的 我們要走幾個小時 它要走到某個地方 再回頭 哇 拿膽到 我們是有些人走到腳抽筋 男女也一樣 有些人走到腳抽筋 不關男女事 不關事 大隻老、小隻老 大隻妹、小隻妹 反而有些女生小小的那些 還堅挺 走了很遠 最過癮是什麼 就是當我們走回頭 到了最後的過程 老老實實 是力竭筋皮 就累到難以形容 接著去到只有一百馬 一百馬就在對面 我們就說 Oh my goodness 好了 直至都完了 走了一整四五個小時 是真的累到難以形容 接著他們說 這一段路你要跑 嗯 接著我看著他 我還拿著很多磚頭 因為他要拿你很多東西 他讓你負重 要你專門負重 整個袋都是磚頭 所以我跑 我爬過去 我爬到我的偷笑 有趣的是 遊戲規則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跑過去 沒錯 我第一就是火力 第二 接著我就OK 接著我就跑 好 很有趣 我發覺那個腳 在地上滲了一種力 在腳板滲上 接著我就是 不知道哪裡來的力 然後跑最後那一百馬 嗯嗯嗯嗯 很神奇 很神奇 你現在說 我就想起了 聲負在那裡發生 就是什麼 你最疲累的時候發生 你最疲累的時候 然後我再跑那一百馬 我就倒在地上 其實所有人都是 無論多年輕的男生 多老的女人 多老的老伯 跑完那一百馬 全部在另外那邊 躺在地上 所以有些人 當你經常說自己全力以負 全力以負 其實你是否真的全力以負 你是否真的全力以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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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最疲累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你是否真的全力以負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這個theory放在Vienna 我又覺得沒什麼 所以你這樣說 其實我一直沒有打算 加入這個早餐會 因為我經常說 你漏我很多次 哎呀 這麼多糟 六點半 其實我是住油麻地 油麻地 這個彎仔還是尖沙咀 其實是很近的 是啊 如果是低的話 這麼早不塞車 就十分鐘已經到了 是啊 我也沒有興趣 直至你告訴我 你說 我住元朗 第一個是住元朗 你住元朗 第二是你要四點半起床 第三是你老公陪你瘋 支持你 我當你發言中 你五點鐘就出門了 是啊 五點三 他也要陪你五點三 就是五點三醒 烏一烏一烏的車 我上隧道口 這個也是愛情的考驗 愛情的表現 所以反過來 我當然是很感謝我先生 如果他 你說就算真的 我有其他認識的人 先生 去BNI嗎 或者去哪裡 去培訓 有些都說 我支持你 口講 要參與的話 就是另一件事 你搭的士去 明白 其實我很多時候在Facebook 都收到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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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是好說的 沒錯 真的去到行動的時候 你誰有東西拿出來看 精神支持和行動支持 是兩回事 還有你丈夫不止這個 還有這麼多年來 因為你只做生意 你女兒上學 是的 其實你丈夫 你女兒幾歲 我女兒現在十三歲 十三歲 我先生是一個很精神的人 我以前都沒有搬進去新界區 住市區的時候 我先生都堅持 珍惜一個時間 送女兒上學 我以前住九龍灣 女兒是讀書讀九龍堂 就由K1開始 一直到她六年級 其實我爸爸 即我先生 是沒有試過一次 女兒遲到的 是的 那你說很精神 我突然想起 除了幼稚園 我記不記得我爸爸 有送給我上學 你有沒有心理醫生的電話 我要見心理醫生 這個也很難做到 你說幼稚園會 去到小學她都堅持做 她很珍惜送女兒上學 那個時間 她說每天都這麼忙 有些時間可以跟她聊聊天 我女兒跟爸爸的關係很親吼 也很乖 培養得 所以我覺得爸爸 一直都是用盡心力 給我們這個家庭 這個是說接送 你在生活上有很多細節 很多 她一定是放我們起頭 其實Heidi 你真的嫁了一個超級無敵的好老公 超級 我都覺得是絕種動物 很慶幸我捉住最後一隻恐龍 如果我再開第四季還是第五季 我想每一集有一個題目 我打算開一集 因為香港現在的離婚率很高 有60% 再分再離婚也是60% 我就想 我們香港沒有好男人 絕對有 如果我再開一集 香港好老公 好 香港好男人 好 然後找一些好男人出來 說一下怎樣疼老婆 好好好 然後想香港其他男人學一下 你說以前都是身在腹中不知腹 又會覺得她喜歡我 誰叫你喜歡我 你當然要對我好 但我越來越感恩 真的要對你好嗎 你說離婚率那麼高 外面那麼多美女 自己又連事已高 所以我最近就知道 我先生的愛家庭 那個感情是非常崇高 可以這樣說 是非常崇高 所以你說我事業各方面 如果我為什麼這麼順心去做 很傳意去做 如果我沒有家人 尤其是我丈夫的支持 是不是 怎麼會做得順心呢 Hidy也很甜蜜 她很甜蜜 她很甜蜜 在我的WhatsApp還沒消息之前 還收到你的聖誕 新年 一家 一家做一張照片 像鐵紙相一樣 有些畫面 我們祝你們新年快樂 聖誕快樂 當然要一個Unit 成家 這些大事大事 我以前是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家庭的快樂 可以了 但我發覺不是 像你們家庭一樣 第一 全香港既然有60%的家庭離婚 即是60%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第二 你過了十年二十年的婚姻 十幾年了 你女兒都這麼大 其實你們還可以拍一張貼紙相 起碼大家開心心放個帽子 然後把貼紙在WhatsApp送給人 其實那個祝福是很大的 所以下次你再發給我 我會慢慢看 會欣賞 慢慢欣賞 我自己都覺得要保持這件事 尤其是現在 好像我事業 很多人都覺得我很忙很忙 其實也事實真的很忙 但我反而就沒有遺忘 我作為一個老婆 我又不會為了事業 轉短頭髮 打扮就變成一個男人 上班方便一點 洗頭快一點 不用化妝 我們以前就是這樣想 我們以前做投資的就是這樣想 我現在反而不會 因為我覺得在家庭另一個角色 我是人的太太 我仍然 是一個女人 沒錯 還有我要保持 告訴我先生 我不會因為工作 而令到我女性的特質 除了男人做老婆 仍然會穿裙子 化妝 反而現在堅持一點 其實我堅持是為她多一點 我覺得你是漂亮了很多 謝謝 我認識你那時候也漂亮 當然 但我覺得你現在還明驗照人 還有你穿衣服的各樣 你看看你那些refill gel 我就知道 所以這些要堅持做 要的 要堅持做 這個是為我老公的 說真的 是為我老公 她值得的 她值得擁有一個漂亮老婆 我們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兒好嗎 好啊 OK 好了 Hidy的故事 我們都聽到差不多了 而且也是很感人 原來我們有這麼多東西相似 我又設計你也設計 我們小時候都是媽媽仔 硬正 硬正 沒有童年 照顧家人 然後又成功 還有一樣 我們曾經也抑鬱過 我們也有抑鬱過 對 沒錯 幸好沒有心進去 沒錯 適時釋放出來 對 好了 講一下你的中心 graceful hands 上次你開幕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 現在這個時間訪問 簡直是正到悲 因為如果我十個月前訪問你 它依然是一間 沒錯 還有你未曾有一個突破 就是你和你家人關係 已知道你沒有了心結 就變成可以去到盡 沒錯 沒錯 我上次去你的清衣 清衣 我便覺得 嘩 原來是這麼漂亮 我便跟你說 你的corporate identity做得很好 沒錯 什麼叫corporate identity 就是怎樣形容這件事 即是說其實每一個企業 有一個文化 有一個 你怎樣形容 corporate identity 或者別人會看到 他會感受到你的 譬如說 各位聽眾 譬如說 信封信子 每一間企業都有 就會有自己的 譬如說 垃圾桶應該是什麼顏色 你的公司什麼裝修 有一個叫corporate identity 企業的形象 沒錯 然後 哈記說 你看得到嗎 我當然看到 我是設計底 我們當時就相應 原來是大家設計底 還有那個level 基本上是要外國的公司 才會有這樣的嚴謹法 Anyway我看完之後 我便覺得 抵你法 沒有話說 接著我們說一下 建業創業的源頭 因為其實香港的 教英文的地方很多 為什麼你可以站得住腳 為什麼你要開間這樣 為什麼不拿錢去炒房子 炒股票 一樣會發 如果說拿錢去哪裏 炒房子 我完全是一個 跟從我自己的心去從事的人 你叫我炒房子 我會睡覺 你看著我看著 投資的數字 什麼股票 我會睡覺 我就提不起自己的興趣 如果我要我炒房子 我真的會回家照顧女兒 但是你自己的興趣 或者你自己的 passion 在哪裡 我就真的找對 因為我們還有一件事 是in common 就是我們非常喜歡英文 沒錯 我非常喜歡英文 各位聽眾 對 待會我們多說一些 好啊 因為這個花林台 我們要奏回普羅大眾 沒錯 我們每次講完英文 我都會講一句中文寶菲 好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講英文 還有Aster 她英文 她語言的能力非常之高 你也是 但是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這件事 甚至乎要教呢 為什麼我喜歡這件事 這個也是Greater Hands的發展 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教英文 為什麼不教畫畫 教一下鋼琴 跳舞 沒錯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覺得學英語 尤其是在我們公司來說 其實我們學英語 我們不是在講一個語言界限 就是英文是高級一點 中文沒有那麼有用 我小時候是覺得這樣 絕對 我們的中心絕對不是這個理念 我們是要小朋友在他們自己 以有固有的文化 香港基本上的文化是一個中國的社會 中文的文化 一系列的文化之中 我們想小朋友突破自己的文化 去認識別人的文化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等於我以前 我剛才講過我自己的經歷 在童年 其實是一個很封閉的 家裡上學 爸爸媽媽見幾個人 但是當我學英文 我們那個年代中學才正式學英文 其實是遲很多 但是當你開始懂得運用英文 去閱讀 去交朋友 你會不會發現原來這個世界闊了很多 當然會 原來很多人的想法 跟你自己的文化不同 你如果通過這件事 你是不是更加知道很多世界 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選擇 特別是中文和英文 沒錯 不知道你要認同 因為中國的語言 那個文化背景是孔子語教 沒錯 孔子思想是怎樣的 藍尊女卑 沒錯 思長永遠是對的 他不想你挑戰上頭 不是他那個叫做什麼 獨立思維 最好就不要 不要思維 家長式 還有不講就不錯 少做有少錯 所以你會發覺在學校 香港特別不是國際學校 例如我做廣告也會 你叫舉手 我問一條問題 什麼叫FQ 或IQ 除非有禮物 你沒有禮物 人們是不會回答的 沒錯 被動式學習 我怎樣要回答 我回答錯了 我剛好又怎樣 你來講話 你負責都講完 你都講完 你為什麼要我講 甚至乎有些學生 投訴我 真的投訴 他說 Esta 我來聽你講了 你要我講那麼多 我就是來聽你講話 動聽 你現在問我問題 要我分享 即是怎樣 對 你很餓 再講一件事 就是外國不同 外國的文化 例如我們以前做設計 我想Heidi也會有這樣的 大家發出想法 例如我對著中國 中國人說 李小姐 聽說你的設計很好 誰經常讚你 我就要這樣回答 陳先生 去你給面子 謝謝 謝謝 不要這樣說 對嗎 同一個方法 如果我對著外國的外國人 就死定了 如果美國人說 Hey Esther I heard that you are very good 即是說我聽說你很正 那我就要說 Oh yes You are not going to regret it 即是說你不會後悔 充滿信心 對自己的能力 如果美國人甚至乎我們會這樣說 Oh it will be a loss if you don't hire me 即是說如果你不請我 絕對是你損失 沒錯 這個美國文化 我們就覺得你這麼有信心 就算我打個八折 我都會覺得很好 所以這一個感覺 其實我們要從小 我自己覺得 給小孩子知道 起碼你有選擇 對他有選擇 什麼時候你要謙卑 什麼時候你要把自己 很有信心的銷售出去 沒錯 我覺得小孩子 從小到大 應該讓他知道很多選擇 沒有對沒有錯的 純粹是你自己去做什麼選擇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小時候知道 為什麼要學英文 加上一早學拼音 沒錯 就整個遊戲不同 所以我很重視小孩子 很早就達到閱讀能力 所以拼音我們很小時候 幼稚園都開始他們學得很好 這是我們的課程結構 我15歲才開始學拼音 那就可憐了 你15歲即是中三 即是由幼稚園高班低班 我們那時候沒有那麼多班 高班低班 小學六年 沒錯 然後中一中二中三 即是說頭尾已經上了九年課 10年課 10年課 才開始學拼音 即是說這10年來 是靠死記 沒錯 為什麼Apple是Apple 因為Apple就是Apple 就是Apple Apple就是Apple 怎麼串 不知道 為什麼orange是orange 橙是橙 不知道 因為orange是orange 沒錯 即是說我們強行死記 硬啃 沒錯 其實小孩子 他死記 他的容量的益體是有限的 但他的技術 他一個技術 原來是Apple到所有的字 大部分的字都用得到 我是很感慨的 去到我15歲 因為我跟了一個很好的老師 一個美國老師 他教我們拼音 我就仿然帶誤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英文是這樣的 為什麼不幼稚園教我 我有一些髒話都在腦上出來 你有沒有留意 讀得多辛苦 其實拼音 或者這個技術 方力式的技術 當然第一是運用到在閱讀 但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的小學生 串字 媽媽就頭都帶了 一個禮拜 Dictation要20個生字 媽媽也不會 死串都串不出來 但拼音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幫助小朋友拼串 幫助拼讀 也幫助拼串 所以為什麼我當時有這麼大的感慨 因為如果你不懂拼音 第一你很容易串錯字 第二你只要死忌硬 沒錯 變成你的進度是很難的 而且你看書 譬如我們看英文 你一堂裡面五個字不懂 你想怎樣 是啊 其實什麼行先 尤其是小孩子學習 行先是什麼 信心 你要幫他表個信心 其實方力就是令到 他對字的組合 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他就有信心 這樣一步步鋪 他就不會怕英文 其實我剛才說回來 我們不是說中文沒有那麼重要 英文比較重要 而是說香港來說 如果小孩子 他可以把英語早一點 達到一個比較好的成效 他整個小學便很輕鬆 他又學到東西 又可以懂得外國文化 因為你始終那個課程 譬如幼稚園我們就 CAT CAT BOO BOOK 去到小學 其實現在很多幼稚園都不止了 當然不止了 我們那個年代 六十年代 然後去到小學 你就 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cat This is a man This is a pen 這樣 又build上去 但是你想像 譬如那個小朋友 他發展遲些 那幼稚園已經不知道你什麼 然後小學 他就不知道你什麼 好像芝士一樣 那幼稚園越來越多 那你摘一塊重的東西 他就想 然後你去到中學中一 他說你現在是Dictation 或者你現在是作文 作什麼鬼 他都沒有字 連字都沒有 所以其實 永遠都追不到 現在譬如這樣說 每個人都趨之若無 我要去Bang1的中學 英中 但是其實他 小孩子的語言發展黃金期 尤其是英文 因為你要英中 你英文要好 其實那個發展階段 是要幼稚園 初少開始已經做 對 不是延伸到 你突然去到中學 他說我不懂 你智慧各方面都不夠多 或者你運用英語的能力不行 其實你去英中 其實他的挫敗 就在青春期出現 對 你根本追不到 講英文被人笑 考試很低分 對 誰還想去讀 還有那個感覺 是在青春期出現 是嗎 要留意 中學 變成他對讀書 覺得我沒有興趣 很大壓力 青春期 賀爾蒙又變了 沒有什麼成功感 沒有什麼成功感 反叛 還有可能心態 如果我讀書沒有成功感 不如 怕拖 因為我們讀英中 譬如說中英數除了中文之外 數學英文 英文當然是英文 Econ Econ 地理 什麼的英文 變成你的基本語言都不行 其實你全部都掉了 整個筆牌都掉了 你全部都塗字典嗎 不可能 你怎麼塗這麼多 塗了你也要硬記 所以整個教育制度 根本是在小學的初段 甚至覺得幼稚園 絕對是 幼稚園你已經開始要學英文 學定拼音 所以我們現在最厲害的學生 都是個個 你不是說 個個都說贏再起跑點 贏我們要看怎樣贏 起跑點是應該提早的 但你說贏怎樣贏呢 當然外面有些方法 就是可能死記 其實都在做補習 有些K3都去補習 但我們的課程 我們一定要它靈活運用 運用的層面 它表演的層面 講的層面 我這樣講 就算我15歲才開始學拼音 我依然覺得是 感謝主 當然 感謝主 因為 就算是遲 你拿到技術 是的 我當時的感覺 如果我有字語已經學 我當時肯定不止這樣 當然不止 肯定不止 但沒辦法 都好過沒有 都好過沒有 還有它混合的 例如你本身 語言能力都比較強 你遲些學對你沒有分別 因為你的腦會 語言那部分會叮得很快 因為要把拼音很快 但如果有些小朋友 我們說有這麼多智能 不是每個小朋友都有語言智能 不是特別好 但如果早期給它這些技術 它便填補了這件事 它便對那件事產生安全感 它便慢慢發展 可能人家要兩年做到 是不是 語言天分高兩年做到 那它可能三年 都好 但終於它都做到 都好 它有一個信心 它對整個學習成長 都有幫助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英文 第一就是 英文和中文的思維 是完全不同的 沒錯 中文是很謙 怎樣都要謙卑一些 中國的儒家思想 而外國始終 一講英文是很自信的 沒錯 它真的很自信 還有英文是很豐富的 因為英文是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其實一半的英文是歐洲語言 譬如荷蘭話 法文 例如我們說吃Buffet Buffet不是中文 Sorry不是英文 是法文 Sanpan 三版是中文 沒錯 其實很有趣 其實很多字是他們打仗的時候 在整個歐洲 套用了 所以英文是很豐富 很豐富 沒錯 如果你說英文 去表達感情 是很豐富的 你可以說 I'm so frustrated 很沮喪 中文你怎樣說 我很沮喪 中文問你 你有什麼感覺 很沮喪 是很奇怪的 沒錯 其實這個應該是 視乎不同的文化 但因為 譬如當我們見識外國 或者你將來小朋友升學 或者將來就業 其實這個世界都會國際化 如果他早點有這些知識 或者他早點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這麼大 有不同人的選擇 有不同人的文化 其實絕對是將來 比如他工作 想遠一點來計 工作都一定是有比喻 還有我覺得每一個語言 是一條鎖匙 還有在學術界 或者在很多不同的知識版權 始終是西方的文化 八種人的社會 走得前很多 沒錯 所以很多的研究文件 一些很厲害 很正的書 沒錯 都是英文的 沒錯 如果你的英文好 你就拿一條鎖匙去看別人的寶負 對 看那個原本 就不用等到翻譯 因為翻譯你又隔了一重 不止 別人文化 其實鎖匙是文化 你可以知道別人的一手資料 沒錯 而且我不喜歡看翻譯書 為什麼 因為翻譯書 你一定是中國人寫 當然 因為你能夠管理 但有些人不能管理 就叫做退而後其次 要用翻譯書 翻譯書 那些書 第一個味道沒有了 作者的原神的能量是沒有了 加上你會多了翻譯人的想法 是的 自己個人的思維 如果他不是那一行的精英 其實他不能翻譯 變了其實真的很浪費 再加上 如果你英文好 可以認識一個外國的男朋友 女朋友 應該選擇寬一點 選擇又寬了 還有去外國玩各樣 是很傻 你是有些很直接的感受 出來了 去旅行 我也有些直接當地風土人情 自己是可以直接感受到 是的 所以其實語言這一個是 你說的鎖匙是對的 還有那些小孩越早達到這個 都是他一個很好的技術 好了 又說另一件事 那你怎樣去應付競爭 現在外面 因為我知道 其實你們的行業競爭也很大 是的 其實家長也有很多怪獸家長 他們可能會是 我放一個小孩在那裡 有什麼獎勞 有什麼傻子 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我相信我們 他們會購買 會 我們有兩件事 其實實際的一件事 我們很多學生都事實成績很好 名校裏面都是名列前茅 另外一件事 我始終覺得市場上 百貨百客 你一定有不同類型的家長 怪獸家長 或者直升機家長 什麼叫直升機家長 一直監視著小朋友 在上面一直監視著他 又好像我不問那麼多 但他會在同學的口中 哎呀我女兒上課怎樣 經常打電話問老師 這叫直升機家長 所以其實百貨百客 其實每一間學生中心 都一定要有自己的理念 而不是說家長要怎樣 再問清楚一點 你很有你的理念 去運動這個中心 但是在行頭那裡 有其他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要運動 你要生意成功 甚至乎繼續做得更加好 你始終是客人 很重要 你在你的理念 你覺得要這樣做 但是外面的競爭者就會做很多 因為我知道很多這些play group 或者名校幼稚園 是做很多表皮的 對 以至到老師是疲於奔命 去做show 去做show給家長看 其實很多幼稚園老師 特別是一些稍有名的 那些老師根拼力竭 根本沒有時間去照顧學生 因為要做show給家長看 那你又怎樣處理這件事 其實show 怎樣都會有show 但是你說 我們要做一些違背自己的show 不一定 反而我自己個人都做很多家長的talk 我真的教他們 教他們 你說 就是這樣說 我剛才為什麼說八貨八客 我說這隻護膚品漂亮 我自己用了這隻面膜 皮膚很正 都不是每個人都行 但是我們要教他們 教他們 教他們之後 就是他真的要做什麼選擇 他要什麼選擇 他喜歡別人的好玩一些 或者他覺得 課程不夠深 或者不夠抄寫 就是他自己選擇 現在家長很喜歡這家東西 要夠深 要夠多抄寫 其實我們都很深 但只不過我們的心 不是用他的paperwork 要他抄寫 就是校內的課程 我們就不會處理那些 我們心就心在 他要做很多presentation 他要做很多writing 只不過是兩樣不同的目標 但是你說抄寫 其實外面很多家長 就很沒有這個安全感 為什麼要抄寫 因為抄寫是最容易measure 我寫了三版就是三版 我對錯 我扣分有很清晰的標準 其實很多家長 正正因為他們自己 都在這個教育制度 是成長的 他根本就沒有什麼信心 究竟用什麼去measure 他小朋友 學到學不到 但有趣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自己都走過一條路 是啊 其實真的每一個小孩 我自己覺得 每一個小孩都是一個不同的小寶藏 沒錯 而且每一個小孩 其實他需要學習的模式 都不完全一樣 其實我們舊的那一派都知道 抄寫有什麼用 譬如我們以前做廣告 其實很多 copywriter 讚寫完 字都傳不到 是啊 因為他的能量 去創作 沒錯 所以他傳不到字 你看那些 知道寫什麼 很多作家的字是不行的 寫白字 不懂那些字 然後幫他撿 撿回那些字 撿回正的 你買就是買他的創作 對 你買我的字寫得正不正 所以我自己 經常都忠告家長 其實如果你說 在一個 假設小朋友 他長期 尤其是他這個 創意思維 其實應該是發展得最好的期間 十歲之前 如果你是持續性 要他去抄寫 做一些很機械式的事情 其實你小朋友 會不會十歲之後 他會發放到一些創意 其實有些什麼 放不了 他已經被 鍛鍊到 腦是用什麼模式去運作 所以其實這班小朋友 我經常都跟家長說 這班小朋友 他將來 就算他讀到學歷多高 他是在做什麼 他將來的目標是做什麼 其實是做一個工作人員 他不是一個創作者 你不懂得想法 沒錯 工作人員 如果你說家長可能很工利 很多時候都要看 小朋友將來成長了 做什麼工 你說一個工作人員 就是工作人員的工作 只不過你賺得 薪金高一些 或者低一些的工作人員 但如果你做管理 或者你自己創立這個生意 你怎麼可以不是一個創作者 一定要是 沒錯 所以我經常都要用這件事去說 就是令到家長知道 有什麼訓練出來 你就會變成什麼人 所以我覺得 我讀過少少少幼兒教育 因為我教過親子財經 我就發現 其實我們的教育 是令到我們變成一個商品 還有將我們的價值平均化 對 你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在哪裡 就是你賺多少錢 沒錯 你駕駛什麼車 你住哪一區 你的樓是租還是買 這個是你的價值 然後你這個價值從哪裡來 就是你的市場 你的job market的價值 沒錯 我們只不過是在社會裡被訓練成為一個商品 沒錯 其實整個教育制度 是一個叫做 當這個社會一路發展的時候 你需要大量的生產力 你需要大量的人出來 達到一定的標準 重要是你不要太多話說 不要太多創意 不要太多改變 革命 或顛覆 你最重要是我們社會是一個齒輪 齒輪 你要令這個齒輪安全運作 但是你看看現在的世界 很多人都在歐作這個齒輪運作 Steve Jobs Bill Gates 這些他就歐作了齒輪運作 大學都沒有讀完 沒錯 我經常都跟家長分享這件事 就是看小朋友自己個人的質素 在哪裡去培養他 但是語言來說 其實小孩子學語言是一點都不難的 誰人不懂得說話 誰人不喜歡說話 還有他學的方法 最重要是他能夠表達到自己 學習的過程建立到自信 因為一個科目的自信 是延伸到去學其他科目的 這個很重要 特別是你英中 如果你所有語言都是英文底的 因為我曾經試過幫一間 很名校的小朋友 中一的去補英文 我後來就發現 為什麼你英文的水準 他差不多有幾科 是完全不知道老師說什麼 對 但他加了學費 已經加了一萬多元 他再想喜歡 又多幾千 近二批 兩批 還要是寄宿 那我就說 你很大件事 我跟他媽媽說 有一陣子我經常幫人補習 那陣子 都是朋友的子女 我就發現 你兒子很大 因為你兒子有幾科 是完全不知道老師說什麼 他已經是 那個水準脫離到的地步 他不是沒有心機 而是不知道老師說什麼 根本無能為力 然後老師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或者不管 是的 因為他所有的書 沒有筆記 沒有drop notes 沒有成 為什麼沒有新書 他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所以其實制度 已經放在這裏 這個是事實 反而是家長 究竟如何去看清制度背後 如何去培養自己的小朋友 上次我們說了這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第一就是 大家不要那麼介意 子女是不是真的讀大學 是不是讀到名校 因為我們的社會 現在基本上 工是越來越少 工種越來越少 大學畢業是好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他訓練你的想法 沒錯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對於系統的東西 每一個系統都這麼進去的時候 其實創意是少很多 沒錯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其實教育是需要很flexible 很有彈性 我自己說過 其實我是讀不到書的人 因為我有ADD 記不到東西 但是其實我說話很厲害 我做selling presentation 所有跟口有關的東西 我也很厲害 但是在我小時候 教育的時候 我經常被人打 被人 靜一點 靜一點 還有每一次我想說一些 未輪到你 未輪到你 就被人罰了 但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 Aster 其實你不用讀這麼多書 因為讀書 不是你的天分 不如你出去做事 你做事可以做哪一行 你說話 可以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不是主流的小朋友 就是說我背東西很厲害 抄東西很厲害 坐得很穩 考試很厲害 考試很厲害 我考試又沒有技巧 ADD的小朋友都是這樣 那我就發現 其實真的吃盡苦頭 沒錯 如果我們在教育系統 多些人的胸襟廣闊一點 沒錯 然後對不同的小朋友 有一個 即是接受他們的獨立素質 例如你來研究一下我是什麼人 然後你給一個合適的教訓給我 好過你都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你就強行給一個同一個模特兒 每個都要跟著 所以其實這樣 在主流教學上 是比較困難做到的 因為一班這麼多個人 還有學校的管理 很多東西 一層一層下去 有時候老師都叫做無能為力 但在Ling Center做到 老師還想死 老師想死的小朋友 你知道有很多意外發生 我聽過一個老師說 你改補小朋友做功課 我只有一份 我有一個朋友 他大學畢業之後 小學搞了很久 我問他的生活是怎樣 他說早上6時多起床 回到學校8時多 老師不可以遲到的 然後一直做完事之後 開會 就5時多6時走 有時候可能會7時多開會 7時多回家吃飯 然後怎樣 改補 回家改補 你只交了一本 你看老師改了多少本 他改了30本 如果你改作文就更多 他就改補 然後備課 然後11時多睡覺 我認識這位老師是美女 我以為你有沒有拍拖 他說拍拖 哪敢 哪敢 平時1至5時完全上班 6時多起床 晚上11時才睡覺 只睡6個小時又來一個 星期六日去幫人補習 所以其實他們的生活都是 不容許他們有什麼創意 你創意你駁嘴就解僱你了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就是 學習中心中心 在香港來說有一定價值 因為我們小班 譬如你說阿可樂那一班 老師是比較容易看得到個人的特性 我希望我小時候遇到你 現在都不遲 現在都不遲 現在已經瘦了這麼多把 但是你已經有生活給你的經驗 我覺得我很幸運 有語言這個天分 還有我很著重英文 我也學過一會兒法文 但是不能用 法文我也很喜歡 你一定要用的才能投入下去 我們先發展英文 你很成功 多謝多謝 Hidy你現在2014年了 多謝你今天上來接受訪問 謝謝 你這麼厲害 今年10月爆四間出來 一間是馬來西亞 接下來你有什麼大計 跟著我的目標都是亞洲區 本土當然我們保持平穩發展 還有做到質素最好 比如亞洲區有幾個地方 都是我下一個發展目標 台灣和大陸 台灣其實很多這樣的中心 你過去不是晚龍 不是吳過江 我會覺得我對那個市場 也有少許認識 他們也多 但是問題 你也有學整體台灣的 population 你會看到成效是有沒有 他們都是補習的形式 但是我自己對台灣這個市場 有少許使命感 因為其實台灣來說 人的質素是很高的 但是他們這麼接近美國 其實他們很多系統 或者很多科技 都做得很好 但是你會發覺 他普遍就算大學畢業 你說一句英文都搞不定 那也是 雖然他這麼接近美國 他英文比我們香港還差很多 可以這麼說嗎 其實是差很多 是很可惜 你想想想 如果他把這個語言接軌得好 其實他整個台灣人均質素這麼好的時候 他發展肯定會很突破性 這個我覺得是有一個使命感 因為台灣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 當然 我們都希望由小孩子的層面去開始 改變一代 所以我們的 mission 就是現在我們希望改變亞洲小朋友的學習方法 希望做到 有沒有想著五年要多開幾多間 五年 如果香港的話 我其實希望香港總共有十間 也不是那些 我要開到7-11 絕對不是 因為我們都是質素限 至於台灣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至於大陸 現在都是接上軌道 你說大陸這個市場這麼大 你說五年開到一百二百間 一點都不奇怪 一點都不奇怪 那我們就按部就班做 因為中國說了 現在中國是已發展的城市 一百五十個 中國政府的目標是五至十年之內 會將它擴展二十倍 即是說 一百五十個已發展城市 變成了三千個 所以大家香港人 千萬不要說沒有工作 因為以後來的日子 我跟大陸做生意很厲害的朋友 他們說 接下來你做什麼都會做 沒錯 只要你肯做 肯熬 不介意去旅行 即是要去旅行 沒錯 是不優租 因為你說香港只有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老實說 如果你開十間的話 都飽和 飽和 其實不需要多 最重要是做得好 你想像它有150個城市 你每一個城市開十間 是啊 濕濕 因為你香港和廣州比 已經相差很遠 沒錯 你上海那些地方也很大 沒錯 你每一個城市有十間 有千五間 其實那條數在大陸發生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大陸的企業 很奇怪 所以大家香港人 大家聽眾 如果想搞事很簡單 你先想一個想法 先做贏它 即是你做到你有薪出 員工有薪出 你賺錢 沒錯 這個資金比你的貸款更大 即是你的生意有錢賺 總之 那你就將這件事 所有的資金 變成一個Franchise 然後就可以在地上開 第一間是要最長時間的 例如 Heidi Raceful Hands 用了十一年 是的 但要問 好處是什麼呢 到第二到第五間 是十個月 是 還有這件事會加速 沒錯 所以哪個行業都是 市場一定是有的 或者是否可能性一定有的 我們做的時候 就要選對自己 真是有 passion在哪裏 的行業之中 都是要盡力 分分鐘真的要盡力 也不是大陸的市場很大 其實你盡力之餘 很多東西都要鋪排得很小心 當然 因為他們抄襲的東西很厲害 沒錯 反權這件事 所以變成 如果很多東西都是由心而發的 真的很好鋪排 好像我們的行業 我們真的為下一代 想改變他們的學習模式 如果你是有一個這麼強的信念 又可以延伸到你成天的人 都有共同信念 是絕對值得做的 所以你已經是通過了 你已經通過了 做生意是否為了錢 當然是為錢 對 但是為錢不是第一 不是第一 因為如果錢是第一 去到某一個光景 某一個情況 你一定會放棄 沒錯 一定是你的夢想 比你的命大 你才會繼續走 是的 你說這件事 我也想分享一點點 好的 我也承認 如果你絕對贊同 當你的夢想 是為你自己 可能你因為自己健康 因為自己的選擇 我想去多些旅行 而改變 如果你的夢想是為家庭 可能家庭會叫你 不要做 我們喜歡多些旅行 我們喜歡退休 而改變 但是如果你這個夢想 你的任務是為了世界 就會大很多 力量很大 而且你是沒有辦法縮沙的 還有助力也大很多 沒錯 你會覺得自己是不停做到這件事 就不是你個人意願 是可以停止的 所以我也覺得 這是自己的工作 有點使命感 所以也做得很開心 我看到你很開心 沒有退路 你以來一世 除了你的生意之外 做了什麼目標要達到呢 關係目標 關係目標 跟我先生 跟女兒 比他們更多知道我做的事 家庭更加幸福和諧 這個是絕對 我也相信自己做得到 平衡兩件事 好了 我們差不多了 已經到33分 不如你總結一下 現在最後 你搞教育搞了那麼久 自己也是媽媽 經歷了那麼多事情 對於我們現在聽節目的聽眾 例如他們也是家長 會有什麼忠告呢 在幼兒教育 或者子女教育方面 如果子女教育那裡 我忠告所有的家長 真的放鬆一點點 放鬆 看遠一點點 有時候很有趣 小朋友原來 當你給他很多東西 他成為你一個醫父 你倒不如一早 培養他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如果你目標 他將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離開你 其實你做的事情 就完全不同了 你會做很多事情 令到他可以自己 有獨立的能力 自信 是不是 而不是永遠 跟起媽媽的腳旁 這個就是我的忠告 家庭會和諧 和小孩子的成長 可能他會 可能會辛苦些 可能有很多事情 他自己做去處理 是不是 但是成長之後 一定會利用小孩子本身 我想家長 現代的家長 要多點留意這件事 這樣就不會成為 直升機家長 或者怪獸家長 沒錯 鷹脫離的時候 要脫離 我們今天的時間過得很快 斬眼已經 一個小時七個字 我都說很快 每次進來錄音室 時間都過得很快 非常多謝 Hidy今天上來我們接受這個訪問 謝謝 希望我們接下來很快 可能我明年或者下 明年很快 可能下一次你再上來接受訪問 已經是你的成就 又不知去了哪裏 多謝大家鼓勵 多努力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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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